7月5日,北京召开疫情防控新闻发布会,会上北京市疾病预防控制中心副主任庞星火介绍,6月11日至7月4日,北京市累计报告334例新冠肺炎确诊病例,47%为新发地市场工作人员,确诊病例以轻型和普通型为主。 6月11日至7月4日,我市累计报告334例新冠肺炎确诊病例,47%为新发地市场工作人员,按居住地划分,共涉及我市11个区,以丰台区和大兴区为主,按临床分型划分,以轻型和普通型为主。 按确诊时间划分,6月13日和14日,每日新增确诊病例数达到高峰,此后病例数总体呈下降趋势,截至7月4日,以连续7天每日新增病例数保持在个位数水平。 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中医医院院长刘清泉介绍,新发地聚集性疫情发生以来,截至到7月4日24时,已经出院10人,其中7人以中药治疗为主。 确诊病例中,微重症病例5例,重型21例,全部采用中西病重的进行救治,中医辩证师字,一人一方,一人一侧。 目前,一例微重症转为普通型,三例微重症测除呼吸机,一例测除ACMO,19例重型转为普通型,目前在院的微重型4例,重型2例。 刘清泉表示,所有确诊病例在入院的第一时间都进行了中医诊疗,救治专家组制定了无症状感染者,轻型、普通型,以中医药治疗为主,重症、微重症采取中西医协同救治的基本原则。 对于轻型、普通型、无症状感染者分别采用具有清热化湿、解毒凉血、中药汤剂和中程药、精华清感颗粒、银丹解毒颗粒或像蒸汽散等。 同时,根据病情的需要对症治疗,如吸氧和液体支持等。 同时,针对于密接隔离人群,在北京市第五版房子方案的基础上,仅大兴区和封栽区就相后对21,667人予以提升正气、化湿解毒的中药汤剂和中程药的投放,在阻断疾病传播方面发挥了积极作用。 刘青泉说,中医药在治疗新冠肺炎这一新发传染病中完全可以大显身手,应不断总结提炼,发挥中国传统医药学的优势。